生活当中从来都不乏年少成名的人 如果您都人到中年 还感觉自己困于幽露 大可不必着急 有的人本就适合大气晚成 有说刘邦 快四十岁了 媳妇都娶不到 四十八岁起兵反秦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直到五十四岁一同天下 吴承恩多次科举不住 正是写西游记的时候 已经年入花甲 苏东坡的父亲苏巡 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读书 连儿子都考中进士了 他还没考上的 年过半百才有成绩 江泰公钓鱼都听说过 做人不识江泰公 跃进史册也枉然 可您不知道 江子牙早年可十分窘迫 卖过酒 卖过肉 开过小旅馆 干过小爷事 做啥亏啥 还被老婆赶出家门了 七十岁了 还只是河边钓鱼的一位小老头 直到七十二岁才与贵人 事业这才有了起色 有的人是年少得志 有的人是中年发家 也有人晚年才成大气 每个人生命啊 都有自己的节奏 天不生无用之人 地不长 无用之草 永远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这要结果是好的 晚点到来 又有什么关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